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非常有野性 非常有野味的 這個神秘的越野場地 今天要來幫大家體驗的車款 就是我眼前的這一輛 KTM的250 ADV 在之前我有幫大家體驗過390 ADV 當時我們也有去水牛坑來做一個越野的體驗 而這一次我們找到一個更棒的越野場地 來發揮這個ADV的一個性能跟特性 我也非常期待 等一下250 ADV在這邊它的一個越野表現 那講到250 ADV 它其實整體的架構上來講 跟車子大小來講 都跟390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的排氣量比較小 產品定位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配備是被簡化掉的 就車頭來看 跟390 ADV最大不同就是它的燈泡呢 從原本的LED大燈組 變成傳統的乳素燈泡 再來呢就是避震器 前避震器在390上面是可調的 但是在250上面也是不可調的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儀表板的部分 儀表板的部分呢 在390上面是全彩的TFT 並且可以用把手這邊來做一個控制 然後呢也可以連接手機 但是在250上面呢 它的功能就比較簡單 就只有在這邊 兩個用按的 然後呢它的這個電控系統 也從有TCS變成只有ABS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油門系統 油門系統原本在390上面是用電子油門線 但是在250上面也變成鋼索式 而且它只有一條 它不是雙鋼索的這個油門形式 它是單鋼索的 大致上來看呢 這台車在外觀上面跟配備上面 跟390的差別大概就到這邊 除此之外呢你在車尾來看啊 如果你不看車牌的話 你根本無法奔定這台車是390還是250 因為車尾的造型部分是完全一樣的 而今天我們要騎乘的這台車呢 它還有選配原廠的這個馬鞍帶 那這組馬鞍帶的選配價格呢 是22000多塊錢吧 然後它的套件內容包含兩個 防水的這個6公升的馬鞍帶 還有一個支架 所以它的整合度啊 裝起來它的整個外觀 看起來是比較直挺的 這個是它的內部的容量 大概就是6公升 不大但是它裡面是完全防水的 另外呢因為它是原廠精品的關係啊 它在一些這種扣具的縫線啊 還有扣具的用料上面 它的強度我覺得其實都還算是不錯的 所以說22000的價格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 那麼從外觀上面來看呢 大家應該有發現這台250ADV呢 前陣子已經有去玩土玩沙過了 所以說今天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越野場地 以Offroad來做這台車的體驗開場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上路吧 好現在呢我們就開始來體驗吧 首先這台車呢 它擁有230公分的這個底盤離地高啊 這樣的一個高度 在這種有點小土坡的場地裡面呢 是非常好用的 像我的體重這麼重呢 其實這台車一樣是可以很輕鬆的去 飛越一些小土坡 另外這台車 它比較長行程的懸吊呢 你撵過路面上這些果子啊 碎石啊 樹枝等等的時候 呼呼 哇 它的整個懸吊的反應呢 處理起來 因為行程夠長 所以它也是遊刃有餘的 騎在這種輕度Offroad的路面上面呢 你會覺得這台車它跑起來也是很輕鬆 而且沒有壓力的 你看它騎在這種 你看它騎在這種 它騎在這種輕朵Offroad小徑上面啊 整台車的這個表現呢 野性跟玩味性是非常足夠的 這邊慢慢下來 然後這邊有個坡 我們來趴一下 它低轉速的這個動力輸出啊 雖然沒有像390的這麼好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油門特性啊 你在這種地方騎乘的時候 你反而會發現 它的這個騎乘的掉性呢 是比較好掌控的 這邊我們就稍微補點油門了 OK 那像這種比較碎石路面呢 騎乘起來呢 你會覺得這台車它跑起來啊 或是這種不平的路面呢 你會覺得這台車它跑起來 它的玩味性是非常足夠的 今天真的很棒啊 可以找這個場地來體驗一下 ADV的整個騎乘的感覺 騎在這種路面凹凸不平的 這個未鋪裝路面上面呢 你真的覺得這種ADV車款啊 是非常吃香的 有沒有像這種 路面非常不平的地方呢 雖然你可以發現 它的整個路面是非常的跳 可是經過避震器處理之後啊 回到你身上的這個 實際上的體感呢 你是會覺得它的整個 體感是 已經被過濾掉非常多的了 騎在這種越野小徑上面呢 你就會覺得 哇這台車真的是來對地方了 那這台車因為它沒有循跡系統 所以說你在騎乘這種小路的時候啊 它碾到一些落葉 它的後輪有時候會有一些滑白 這個時候你就要自己去靠油門去控制去收 然後要自己去想辦法克服 這個呢就會比較吃你的這個技術 因為你在騎乘在這種地方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的電控有幫你介入的話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欸車子後輪算撇了一下 但是你是有安心感的 但是當天你是騎乘這種 250ADV的這種車款呢 它少了一些電控的幫忙 那你在騎乘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要格外的小心了 跑在這種小徑上面呢 你會覺得說這台車 它的這個250的排氣量啊 動力上雖然是非常平順 而且不照鏡 可是呢 在你油門在掌控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這個玩樂性的 因為它沒有循跡 它沒有太多的這個電控系統 所以說你在 你在跑起來的時候啊 你可以好好去享受這個 後輪在偏滑的感覺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掉頭啊 也蠻靈巧的 雖然說這台車它的 它的座高比較高 你在掉頭的時候可能要小心 可是因為它的車重很輕 所以說你在掉頭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很靈活的 好那我們回去的時候 試著站著騎 騎在這種地方呢 你速度不用快 30 40 你就可以感覺到 非常 非常不錯的這個 體感了 其實你有來這種地方 騎過車啊 你就會發現 就是在這種地方騎車 它是別有一番風味 跟別有一番樂趣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這幾年呢 這種ADV跨界啊 或是說 off-road車款 它會這麼的流行 它騎乘起來的樂趣 跟on-road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也是在 有接觸到 KTM這個品牌之後呢 才開始比較 有機會呢 體驗到這樣的一個 樂趣跟快感 我第一次的這個 水牛坑越野呢 就是獻給了390 ADV 那今天呢 來到這種 林道啊 騎乘這台 250 ADV 哈哈 感覺上是更加的得心應手 而且呢 更加的可以體會到這種 樂趣所在 哈哈哈哈 能在這種地方騎車啊 真的是 非常快樂的一件事情 哈哈哈哈 你可以享受 後輪在滑的感覺 但是呢 車子的這個操控性 跟引擎的輸出 其實 你又可以好好的控制住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騎乘在這種地方的時候 就是 你可以 享受就是 呃 你的油門掌控 跟你的騎乘技巧 的結合 雖然說 在越野老手來看呢 我的這個騎乘技巧 應該是爛到炸掉 但是呢 這種 氛圍呢 就是你自己騎車 自己在開心 自己在爽的這種氛圍呢 我相信 你有騎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在講什麼東西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好玩 嗚呼 啊騎在這種 石頭路比較多的地方呢 其實這台車 它的這個 兩用台啊 它的配胎 唉呦 也是會有一個滑的感覺 然後 你在蹬到石頭的時候 你的ABS 其實是會很快速的介入 可是它的這個介入啊 哇 是會讓你 有點怕的 因為 你沒有預期它會介入 它介入的時候 給拉桿的這個力道 彈的力道又很大 所以你在 騎乘的時候 它如果 這個ABS介入的時候 你可能會突然下刀 因為你正在 正在用煞車在稍微 控制車速的時候呢 它就會直接頂一下 喔 這邊我覺得難度就比較高了 滑的感覺 更劇烈了 我們現在來回程 這個 很怕掉進去旁邊這個水坑 來回程來 試一下它的 唉呦 爬坡的能力 這邊石頭真的超滑的 250它在 中低轉的這個輸出啊 跟390其實 差還蠻多的 可是 你在 騎乘的時候 你轉速慢慢的 帶上去之後 它其實還是可以給你一個 還不錯的這個回饋力道啊 就至少可以讓你脫困 你不會說 因為動力不夠呢 然後在那邊一直燒離合 然後 爬不上去 這台車它的 這個動力啊 基本上 還是足夠的 大家從這邊應該可以感覺到 車子非常劇烈在跳動啊 避震器很努力的在做動作 如果是 一般的車款呢 來這邊的話 可能 跑個幾次啊 避震器就差不多要投降了吧 好在結束 offroad的體驗之後呢 接著 我們來體驗一下 山路的騎乘表現吧 這台 250ADV呢 它的 帳面輸出啊 大概是在 30匹的軸輸出 跟390相比 它的軸輸出呢 少了 14匹 可是呢 你在騎乘起來的時候啊 最明顯的差異 其實不是這14匹的 中後段的馬力輸出差別 我覺得輸出差異最大的就是 在 起中段的這個扭力輸出 像現在我們在騎乘 長庚旁邊這個山路裡面啊 基本上 你在下坡的這個路段呢 你是不會感覺到 它跟390有什麼 太大的差異性 那車重輕兩公斤的這個特性呢 其實跟390相比 它的整個操控性 在彎中的 靈活表現呢 我覺得差異也是不大的 好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上坡 這個 250跟390的差別 馬上就騎出來了 它在上坡的時候呢 這台車它的整個 扭力輸出啊 就很明顯的 少390非常的多 而且呢 像如果打到四檔 爬坡的時候 假設現在轉速是在 4000轉 我在爬的時候 你就感覺車子好像 已經有點吃力了 爬不大上去 你一定要把轉速 維持在大概5000轉以上呢 爬這個 長庚的這個坡呢 你才覺得 車子爬起來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那我們來過一下 好 因為它避震性行程長的關係呢 你壓過 這個伸縮縫啊 或是減速條 你會覺得車子 的反應呢 是非常好的 不會對你的騎乘 造成什麼影響 它也不會跳 它的整個避震性行程長呢 在山路上 你壓到這些坑洞啊 它就是一個 很快速細膩的 處理掉了 所以你在騎乘這種 ADV車款 在山路上面呢 除了它的運動性 沒有那麼強悍之外啊 你可以感覺到 就是它的懸吊 帶給你的這個 處理體驗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因為這台車它的車重 不重 所以說你在 跑這種山路的時候啊 它的 跺腳的操控性 是非常不錯的 好 接著我們來換到另外一邊的 下坡來體驗 這台車呢 我現在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它在6000多轉的時候啊 它的這個大盾 車燈大盾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奇怪的 它的整個控制性啊 是相當不錯的 可是跟 RC390或是390Duke相比呢 你在 進出彎的時候啊 你可能就是要 善用你的後煞車 還有進彎前的減速 因為 它畢竟 重心還是比較高一點 懸吊行程也比較長一點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 比較劇烈的騎乘的話呢 跟 一般車款相比啊 它在彎中的彎速 就是要降的比較低 那靠出彎的補油來彌補 整體而言呢 這台車騎乘起來啊 我覺得 它的帳面數據 雖然有30匹 可是呢 你在騎乘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 感覺這台車它的整個 中低轉的輸出啊 它就是蠻平順的 它不會有那種 蠻暴力的感覺 可是在高轉速 它的力道出來的時候呢 推力感是還算OK的 所以 以這台車的動力而言呢 跟390相比啊 你只要兩台車一騎 就可以感受到 非常明顯的差異 但是以250的這個動力來講啊 一般的這種爬坡啊 脫離車陣 它其實就已經是 足福使用了 只是 如果說 你自己對於這個 多功能ADV 雨量級多功能ADV的要求 就是它的 扭力要比較強勁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去 直接選390 而且390它的電控配備 也會比較多一點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因為一點技術問題呢 所以把車停在這邊 那現在我來做個總結 總體而言呢 這台250ADV啊 它的售價已經到了23萬支譜了 對比台灣國內市場呢 這個價格 其實已經可以去買一台CP300R了 可是呢 這台車的這個魅力 跟它的調性呢 就是當你今天 把它騎進 林道 騎進土路 好好去玩一玩 好好去off-road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發現 這台車 它的整個價值 跟它的整個魅力 到底在哪邊 比較高的離地高 比較常行程的懸吊 跟390一樣的這個騎乘調性 你在騎乘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呢 它的玩性非常的好 如果說今天呢 你的預算足夠 而且呢 你又不想要繳黃牌的穗金 或是說你不想要 每五年驗車一次 你想把這台車好好的大改特改的話 然後再去玩土路的話呢 250級距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雖然說它的車價已經來到23萬 跟黃牌是一樣的價格了 可是呢 當今天呢 你真的想去玩這種ADV 玩這種林道越野 玩這種土路的時候啊 你就想 你買一台250 你不管怎麼去改呢 你也不用去 煩惱五年後驗車的問題 同時呢 你又可以 享有這樣的一個 車輛的特性 騎乘的調性 還有呢就是 這整台車 它給你滿滿的這個 offroad的這個先天基礎 很好的體質 OK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體驗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地下人 對 一次 可以 這一個 小吹 一 二 二 一 感谢观看